其實我們平時就會跟每個我們的夥伴們 就是說你不管是對外對內部 大家每個人都要細心跟小心 所以沒有看到這件事情就開始煩自己的選擇 目前是還沒有 再來大招AB合約炸彩皇世兄弟平時要小心 花街當歌獸慶祝成君七週年擁有超過226萬訂閱的Youtuber皇世兄弟 7月19、20日在LIVENEW 台北連續開唱兩天 我們有一首歌叫一週八天 我一直覺得我們一週八天 但是都沒有休息天全部是工作天 然後我自己覺得 我們好像在做兩份工作 但我覺得蠻樂在其中的 我們大概幾年前就開始涉獵短影片 然後還有包含像韋韋的音樂創作 就覺得自己也橫跨了長影片、短影片又有音樂 就蠻慶幸的說 雖然辛苦 但現在看回去應該一切都是值得的 那兩個人在意見不合的時候怎麼會辦 以前意見不合會是以各個為主 但我發現近年我們有 但是協調了一下 如果說你今天我們討論的內容 你如果是合理的話 那我會願意聽你的 不合理的話那還是以我為主 這個不合理的範圍很大 而近來蔡阿嘎的前員工 以AB合約炸財千萬 話題延燒多日 同為Youtuber的黃氏兄弟也表示 其實我們平時就會跟每個我們的夥伴們 就是說你不管是對外對內部 大家每個人都要細心跟小心 還有大家講話還有一些對談都必須呢就是合乎舉止 覺得免不了在工作上面如果有一些小摩擦等等 當然我們如果遇到了然後我們看到了 我們也會從中去協調 我覺得一定會有犯錯的時候 但是就是看我們如何去改進 所以沒有看到這件事情就開始翻自己的橙摺 橙摺鏡摺 目前是還沒有 幸運這樣 幸運的 這樣還滿幸運的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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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